今天的天气好好呀 来蘸一点黄瓜 我这个黄瓜种的还是不太好 之前的话有蘸几根 现在也是结了不多 每年我的黄瓜和西红柿都是种不好的 不知道别人是什么种的 结了一串一串的 种不好的原因有很多 它刚开始结了都是挺多瓜的 就是长不起来 有些小小的就化瓜了 我们这里也有一种虫子 是真风也叫果蝇 专门钉瓜果的 这根黄瓜钉了四五个 这个里面没有烂掉 好多都是钉了之后 里面就会长虫子 这个也是好的 基本上每根都被钉过 像这种下面也是被钉过的 所以长不大了 掰开中间有点印子 这种是被钉过的 这根看来下好像是没有被钉过 长得也挺好的 我种了好几个品种 都是水果黄瓜 这两个也是一样 所以下面都是长不大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种子 反正广东的话就很多 不管是西瓜黄瓜苦瓜 石瓜 反正就是各种瓜类都会被钉 这根白黄瓜长了好久都长不大 掰开看里面都烂掉了 辣椒是我的最爱 最近的话天天都有辣椒吃 这个是牛角椒 嫩的时候不辣 老一点的话还是有点辣的 这段时间天天吃辣椒 栽的比较轻 树上的话也不是很多了 这个是螺丝椒 苗太小了 把这个辣椒全部栽了 还是让它长长苗吧 这么新鲜的辣椒 看着就想吃 我家小孩都非常喜欢吃辣椒的 之前是在这里育的苗 还剩三颗比较小的 我也没有拔掉 就让它长 还接了辣椒呢 苗太小了 也把这个辣椒都摘了 这些种子都是滞留的 所以什么品种的辣椒都有 这个辣椒种子还是前年的 经过了两年 还是长得挺好的 广东夏天天气热 还是适合吃苦瓜 今年我还种了三颗苦瓜 有两颗苗是从网上买的 有一颗是自己育的苗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有苦瓜吃了 这个油麦菜长得太快 才几天又长这么大了 再摘一点今天炒来吃 盆子太小 昨天也没浇水 这个菜叶子有点盐 针锋太多 挂一点黄板上去 这个黄板还是我去年买的 买了100张 没有用完了 黄板可以沾各种能飞的虫子 春天和夏天必备的 要先把黄板挂上去 然后再撕这个塑料 放了一年 这个黄板还是很粘的 这个夏宜也是不怕的 也能粘得住虫子 今天摘了黄瓜四季豆 还有辣椒还有油麦菜 现在是下午 已经沾住一只中风 是不是有点像蜜蜂 你们阳台上有没有吗 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种